大家好,我是陈建勇 想必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宅在家里 有一些人已经很长时间想考一个地产执照 但是又抽不出时间 现在没有借口了 现在在家里可以收看我的视频 帮助你们考上地产执照 你假如说觉得这个视频对你会有帮助的话 请你赶快subscribe 假如说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你给我按个赞 我是一名25年经验的房地产律师 从2014年开始 我就开始教人家怎么去考地产执照 我突然间发现说我善于教地产执照 原因是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考上的 他们考上的首次考取率 是80%以上 想必你很想知道 我教地产执照的逆绝是什么 现在机会来了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也被宅在家里 所以我就能够抽出时间来 为大家录制一些我认为能够帮助到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考到地产执照吧 短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14周 你可能好奇 我这个14周是怎么得来的 那我帮你计算一下 房产局规定你要修三堂课 第一堂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地产principle 地产原理 第二堂课是我们所谓的地产practice 地产事务 那第三堂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地产选择科目 那这个选择科目可以是比如地产管理啊 融资啊 financing 评估啊 或者是地产法律 第一个秘诀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关于考题方面 不是每一个考题呢 都是来自于那三本书 有10%的考题呢 是这三本书里头找不到答案的 所以呢我要透过这个视频 跟你分享这些秘密 10%找不到答案的考题呢 我是如何累计呢 也就是说我过去的学生 我向他们请求每一个人 考完试之后就根据自己的记忆 每一个人至少记住一题呢 是诸里头没有的 把那个问题背起来 那背完之后呢 我就帮他们把答案找出来 以后我将会上载更多 如何在14周之内考上地产执照的秘诀 你想得到更多的秘诀吗 赶快subscribe 给大家感谢观看 好